但是 知道但是看板因為有你的話上關係 看板現在已經成為我們板橋地表 他在Google Map上面已經有網友 他訂一個名字叫做葉宇斯看板 昨天我有說看草圖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白鮮勇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白鮮勇是誰的 不知道台北人作家那是白鮮勇不得了 所以好像熱搜白鮮勇 變成熱搜的在排名前幾年 大家很多年輕人要去看 白鮮勇到底是何許人 所以這個廣告效果是不錯 反正意思到了就好了 我們昨天那個宣傳照也拍出來 他們告訴我們已經不是監工 這已經叫驗搜了 驗搜 驗搜可以改一個地方你要改的 你說 可以修一個地方你要改的 頭髮可以多一點 頭髮可以多一點 我轉過來連髮 我家人有看過 我家人都有看到了 新聞有看到這樣子 那今天他有覺得像誰 還是還是像你之前老師 有點像白鮮勇年輕的樣子 也有對我也有一點像我的樣 那個領埃就像嘛 還有那個 那個 好 您可以看到趙少康他親自到現場 說其實之前這個手繪風的看板 很多網友雖然說像是藝人康鴻或是方峻 但他自己說比較像是這個年輕版白鮮勇 那自己今天也到了現場來監工 因為之前因為下雨的關係延宕 所以今天親自到現場來監工 這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情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